我們看到 前天差一點北台就限定 倍轉容量 不到3% 後來是企業界 包括台塑台積電幫忙發電 工業用戶配合 昨天開始 桃園上萬路停電了全國停電了 我們看到的現象是什麼 4月1號開始漲價了 看到的是什麼 增資把你們台電的資本額從3300增資到5800增資的2000多億 然後疫後經濟每個人發6000塊的時候同時給台電500億 現在又給台電1000億 所以外加補貼1500億 結果給台電這麼多錢 現在 我題目就是什麼 搶救台電大作戰 昨天怎麼會 416大上萬戶的限電現在才4月份 沒有很熱 7月份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跟地震有關係 我請台電來 地震 幾位在台平電廠 流流流地震 委員好 你是哪位 台電專總是國龍 對不起 台電專總是國龍 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昨天有關於桃園大停電 事實上 他是因為電纜故障 第一個是有電纜故障 另外一條潰線 他斷線 所以這兩個 情形之下 導致我們 桃園在不同時段會有萬戶的停電 所以這個地方 今天會不會再停電 今天 今天會不會再停電 我們這一方面 今天會不會再停電 今天 對 今天會不會 我跟委員報告 全台的虧性差不多有一萬一千條 那這一部分 我們 所以你不該保證 今天不會停電 喔 專總啊 我剛才講給你們這麼多錢 結果你的成績是 讓老百姓 每天在搶著 可能會停電 每天都停電 全台虧線 管理的問題啊 委員我們這個方面 我們會檢討 這樣而已 哪會吃到我而已 你河山廠的一號機 7月份要 儲藝 是不是確定的 報委員應該是停機不是廚藝啦 廚藝還有一個程序要進行 停機所以隨時可以開機 停機跟廚藝什麼不一樣 情人員署附屬 跟委員報告 他那個是因為運轉直到到期 所以他就要進入 因為運轉直到到期 所以要進入停機的狀態 停機不等於廚藝喔 他運轉直到已經到期了 他運轉直到已經到期了 所以不能運轉了 什麼情況可以再運轉 是 因為運轉到期以後就不能運轉了 什麼時候可以再運轉 要執照 要執照 要多久時間可以再申請 再運轉執照 他現在 我記得他依照現行的規定 他申請的時間已經過期了 所以都沒有申請了 所以 也就是告訴我們老百姓 給台電這麼多錢 隨時都提醒了 可能會今天停電 可能今天限電 市長啊 警察長官了 人家整理出來了 和二和三如果延役 十年可以替國家省了或者賺了 一兆以上 錯誤的人員政策 就是一個 付這麼大的代價 好不好 請回請回 我想請經管會的 黃主委 我也好 剛才我很肯定 我很早就肯定你了 說不定有太早肯定你 和你六關你不一定 你實在人做得不錯 人 人就這樣 打招 該做的 該嚴格的嚴格 該這個 建立的 該發展的發展 你怎麼會沒有繼續做呢 奇怪 來 裝部長一起來 你繼續做的 兩個人對照一下 看這個 來 部長 你最近心情不錯吧 啊 最近心情不錯吧 心情沒有任何變動 沒有變動 電話接到了嗎 你那時候來這裡說 沒有接到電話 接到了嗎 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人事還是以 準行政院長 所有院長的 發佈為主 你什麼時候接到電話的 這個我沒有辦法 跟您回答 不會講的對 你跟他的秘密 部長 是 人家像中你繼續做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想這個部分 我也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回答 黃主委 為什麼你會被換掉 總要講你讚 這個不是今天討論的議題 我關心啊 中華民國的好官被換掉 我關心啊 我不敢嗎 報告員 不用浪費時間在我身上 不是 這不是浪費時間喔 這不是浪費時間喔 你應該看新主委 不是看我這個要離開的人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在我身上 不是這樣 這個最少肯定 要讓大家知道說你是好官 你沒有繼續做出國家的損失 就這樣說 說不定啦 昨日在聽到以後 會繼續 讓你當政委 不一定啦 可是我要提了 一個東西啊 請你做實回答 這個 我肯定你是因為你講真話 那部長稍微 先不要走 還有問題 準基基部長郭志輝 他就是針對 他收到客戶的錢 他說過入財神內 把他變成自己的業績股價上漲 違反 2014年判定 法院判定 違反贈交法171條 判了一年10個月 違反三塊法 這個三個月 辯護理事件顧利雄 我都高度質疑喔 今天要不是顧利雄厲害喔 換一個李立雄 或者白立雄 可能都沒有這樣的結果 給他緩刑 緩刑5年 來 法務部的 法務部的那個 檢查室的副市長來一下嗎 長官來一下 請問 請問那個副市長 是 緩刑有沒有罪 跟委員報告 緩刑表示說法院認定事實之後認為是 構成要見該當 但是按照刑法74條的規定 認為宣告刑在兩年以下 合一定的條件 以暫不執行 這個宣告行為適當 沒有你講也都露噗 我們 聽人 聽不是很懂人 白話我告訴我 有沒有罪啦 這樣啦 有沒有罪 緩刑那就是法院認定 加官起訴的事實 會該當那個構成要事 有沒有罪嘛 有 但是 有罪嘛 我就說你這句話 一部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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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阿朗 等我聽都沒有 有罪 這個 有罪 他說他這個企業經營得很好 用半導體委員會來賣醫院會 台灣這樣的企業家 是沒啦 為什麼一定要找一個 有人設有缺陷的郭智輝 我就不懂 這個東西 跟副市長沒有關係啦 我要強調的就是 我請教那個 你先請回 我請要你這個答案 因為我罪啦 不是沒罪啦 對不對 我就請教這個 主委或者 局長 這個 我能不能說 董事長跟財快人員 做假賬 被檢調抓到以後 自己才去把他 把他重新的跟著回來 可不可以這樣講 可不可以 那個可以請 莊局長跟您報告 謝謝 張局長 請教 跟委員報告 他這個事情應該是說 他財報太早入障 自信不正確 不正確之後 他就後來就重編 重編之後 後面的時間 才檢察官起訴 是起訴 不是不對啊 你要看一下時間 時間序列 我都看了喔 是檢察官去調查以後 他再自己把他 編過來 如果檢察官沒有介入的話 他怎麼會自己 把他重新更正 那重新更正的話 根本沒有罪 根本不會 犯罪啊 跟委員報告 他這個案子因為 對方 新加坡的公司 有來跟他起訴 所以 檢察官在後面才去執行 對嘛 就是他把過路財審人家的錢 把他當作自己的收入 但他96年已經重編了 重編是因為檢察官 介入調查才重編 他不會主動自己重編的啦 自己講編不會有罪啊 怎麼會有罪 檢察官大概在98年的時候 我們 我們 這個 你 他有沒有要當政府 你不必聽他講話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個 陳生部長就問你一句話 是 李遠哲說2050的建議 跑不可能 台灣要課碳稅 不要忘了李遠哲在2020 是大力支持 賴清德 跟幾個 綠營的大佬 四個大佬 登了一個廣告 請蔡英文不要選 2020 給賴清德選 他是 非常聽賴清德 賴清德會受他影響的 要課碳稅 李遠哲講的 請問你 有沒有規劃 課碳稅 委員 報告 現在我們是 碳費先行 所以會先從 碳費不夠啦 李遠哲在北上 你要碳稅啦 至於碳稅是不是要開政 那要等碳費 執行一段時間 那當然財政部目前 也在收集國際間的 相關的一些資料 看看國際間怎麼樣做 那所以我們會持續的去關注國際的做法 所以目前沒有 特探稅的計劃就對了 目前就是我們的收集資料 沒有 你仔細讀一讀 李遠哲怎麼講 那個你請回 我再請 那個經濟部的那個 那個商業署的署長 好不好 還有那個黃豬也一起待著 我做一個問完 很快問完 公司法15條規定了 公司不可以借貸給私人 我們去撈 只要公司名字有借貸 有融資或者 资融 融資到過來 资融 有258家 但是一般的統計 海選的話 最少幾千家 他只是不掛這個名字而已 現在好了 106年行政院 開設 運會 所以要求主管機關 應該是經管會 黃主委 到現在我一直沒有 你不當主管機關 對 您的資訊是正確的 在106年行政院 到現在當時並沒有 對這個議題有最後的決定 所以到現在沒有人管 但是從過去這一年我們其實陸陸續續從行為面已經在做相關的圖 我最近要講完就可以了 這裡面是根據 馬 馬吉佩 他的資料 年輕人借6萬買機車扣9000塊利息 15% 9000塊 手續費6000 1.5萬 結果 他個人要付 就是 24期 兩年 付7.3萬 所以7.3萬 減掉 車行拿4.5萬 因為前面 1.5萬已經扣掉了 除以6 8.47% 實質利率 47% 這是到第6 高利 請問金王怎麼看 我以為您指證的 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在報告中也特別提到 補當民募收取利率 或者利率跟違約金 並收的方式 都會在 這次的規範中去做 去做 處理 你會不會處理嗎 像這個是高利貸的 都會處理 都會處理 對 處理什麼時候 跟我們報告一下 這個報告中第6第7頁就有講 他4月3號已經通過 相關的規範了 然後我們在 這都是上市公司 交易所年底之前 會做內控的查核 謝謝